我爸最近出了这么多事情 让你多费心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家里就出了这么多事情 还好有你 行了 别跟我说了 你要再续道下去 你就真没把我当兄弟 对了 天成 许家的事情 我得再考虑考虑 得等我弄清楚之后再说吧 要我说啊 你就别那么多想了 你就接近那个许兮兮呗 再来个顺藤摸瓜 不是 你这 什么馊主意啊 万一你玩陷了怎么办 打草惊蛇了怎么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怎么就是馊主意了 再说了 这不是唯一接近许家的 最快途径了吗 你这个就是馊主意 现在很明显的是敌民我案 要是你这么一高 那不就相当于给我吹了个冲锋号了吗 行行行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 来 输了的就顺藤摸瓜 来啊 石头剪子布 再来 石头剪子布 决胜局了 来 石头剪子布 我赢了 你得听我的 客人来了 你去招呼一下吧 你先耍赖是不是 赶紧去吧 招呼客人要紧 等我回来的 您好 您看看想吃点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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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个 这一面都要了 行 那您等会啊 来 他一个人点这么多东西吃得完吗 你也不提醒一下 那有钱不赚王八蛋呀 再说了人家顾客就是上帝 人上帝想吃什么 多吃点 你还是非得拦着人家不成 我发现你啊 我爱里越来越多了 怎么 你想耍赖啊 刚才那把可是我赢了啊 刚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事情 不算 不算 凭什么呀 我好不容易赢的 要不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来一把 这回你可别想耍赖 我告诉你 刚才我的事让着你的 你可别逼我动辰格 呦喂 那您可千万别让着我 石头剑刺 一个人吗 梅子 天成 这种事情在你店里多多 梅子挺漂亮的 嗯 对 偶尔吧 啊 怎么 你有兴趣啊 那我就把这个 英雄救美的机会 让给你喽 你这个人啊 这张嘴 早晚会挨走的 啊 梅子 哎哎 你敢动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在这个城市 没有人敢惹我 你是谁我根本不在意 我最看不过你这种 正是借了垃圾 放开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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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都没敢打我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没有你 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 咱们这英雄救美这事啊 咱们得赶紧的 咱们 青露的 你给我出来 我去看一下 我还以为有什么来头 就这破房子破院 还有这破门 这个是拆除文件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不然推土机可不长眼睛 真反了你 我告诉你你完蛋了 这就是我大哥 你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 太岁爷头上动动 真是活腻味 就你这臭德行 敢在我的地盘上撒云 我今天就替你爸教育教育你 今天就替你爸教育教育你 虎哥 虎哥 是吧 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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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哥您怎么待这儿啊 是 真是 虎哥 他俩是一伙的 弄他们呀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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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哥 我是真不知道您在这儿 我要知道您在这儿 我能够 那样是吗 呦 虎哥 您如今 眼里还能容得下别人吗 哎呀 哎呀 姜哥 您给我开玩笑呢 笑话我是不是 啊 虎哥 这小兄弟挺硬啊 今儿说要伴我们 今儿让我们哥这儿了 小虎 你还是叫我小虎 挺着舒服啊 虎哥 虎哥 虎哥你 你找死啊 至少这位一是谁 姜哥当年盗上杨明的时候 你小子还尿裤子 你朋友挺有意思啊 知道你不少事情 虎哥是吧 这个少爷 是你兄弟吧 误会啊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 一个地产小开 拜家子 那看来 你欠别人不少酒钱啊 今天呀 我小虎得罪了两位哥哥 必须让两位哥 出了这口气 只要能让两位出气 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虎哥 借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种事很正常的 不用这么多解释 您看您 爸 你快来 你快来 多带他人 你怎么还给我打点 你怎么还给我打点好 妖人是吗 你为什么 我带他 张少 张少 妖人是吗 废 你 事情早晚要解决 你让他把电话打完 他把电话打完 爸 废物东西 就这两个小四楼 是 认识我是谁吗 屡次三番打我的儿子 来 说说 你们两个是谁 又是谁在背后给你们撑腰 我们光脚不怕穿鞋的 俩普通人 两个普通人 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呢 不过是两条丑鱼烂虾 敢动我的儿子 你们吃了重心豹子胆了 这份河头 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 到现在开始 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全都给我滚蛋 还有你 等我收拾完房子再收拾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兄弟们 给我砸 我现在有事情要处理 晚点再说 我不是找你 你把电话给边边那个老大 你吃了 看来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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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喂 哦 张总 喂 项目弄停了 集团也要查 张总 前天给我滚 给我滚 来吧 快点滚 滚快 滚得越远越好 滚 陆兄 你真是身仓不漏啊 一个电话让人坐地上啊 你少拿我打岔 不過 电话那头人什么来头 怎么咱们一举一动他都知道 我要是跟你说我不知道 你信吗 你会 好一个张家 这么猖獗的张家 也该有人管管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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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帮忙 主要这事 你都没想明白 我就更不清楚了 你说这个神秘云S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啊 确实啊 这个姓张的 那么大场面都见过 一个电话 就把他吓得都坐地上了 舒适不简单啊 别羡慕 你往这个方向努力努力 回头 我还得占你的光 我要真混成那样 我肯定罩着你啊 喂 喂你好 我找一下陆静言 找你呢 陆静言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为了表扬你那天救我 我想请你吃个饭 地址发你手机上楼 不见不散哦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把感谢说成表扬的人 人是大小姐嘛 理解理解 你干嘛 成了 什么成了 接近许家这件事啊 成了 确实是个好机会 是吧 对你说的 怎么这么烦呢 嗯 不好看 太险了 像精神小虎 又不行了对吧 好家伙 帅死了 就是他了 来 好好抽空 研读一下 你是不是好奇 我怎么一个人来 我偷跑出来的 没想到你真来了 放女孩子鸽子 那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不仅人来了 还盛装打扮啊 我当然得穿得体面一点 这个是对请客者 最基本的尊重 对了 那天谢谢你啊 几个大男人 对一个女孩子动手 但凡是有点血性的人 肯定不会坐视不理他 可是 你不怕被他们打吗 这我还真没想过 我之前在部队待过 他们那种三脚猫的功夫 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 你还在部队待过 讲来听听 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 请慢用 那 菜齐了 我们先吃饭吧 好 你要是表现得再完美一点 我都会觉得 你是有目的地接近我 没想到大小姐 竟然是如此的 如此的怎么样 平易近人 如此的知书达理 如此的聪明 谢谢你的夸奖 其实我平时在私底下 还是挺随和的 只不过经常会在人前 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形象 装一下 我现在可是把你当自己人咯 今天的我请了 下次我出来 可就要你请咯 没问题 你想吃什么 就上次那家烧烤店吧 那天也没有吃好 下次去我要补上 那家呀 下次带你去 你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后悔 喂 怎么样 没怎么吃饱 谁问你吃饭的事了 我是说许希希那边怎么样了 跟她聊得还不错 但是她说 下一次让我请吃烧烤 你小子行啊 看不出来 还有点海王的潜质啊 那还不是拜你所思 天成 我有事先忙 回来跟你细说 好 朋友拍什么呢 你谁啊 我拍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不去跟警察聊聊 我记住你了 什么人 真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还有什么事要帮忙的吗 没有的话 我先走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看她拿着相机有所图谋 所以就请她跟警察聊聊 刚才那个人是小报记者 专门干一些偷拍借位的脏活 你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你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如果是小报记者 然后拍的人是你 公众人物 大明星 猜对了 给你一颗糖作为奖励 谢谢 这个年代 打包不平做好事的人 已经不多了 这个糖 是给好人的一个鼓励 谢谢你的鼓励 我先走了 你往哪儿走啊 你要不要好人做到底 送我一程啊 我怕那个小报记者 回来再骚扰我 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 你都受我糖了 那你就告诉我 你往那边走嘛 那边 真的吗 好巧啊 生路 我们一起走吧 那你不好奇 我究竟是做什么的吗 你是谁不重要 你开心就好 我叫徐梦云 姑且算是个小明星吧 刚才那个记者 就是来偷拍我私生活的 明星虽然外表 看起来光鲜 但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吧 私生活 还得被人盯着 最讨厌那些公才 我到了 这个就是我家 你就住在这里啊 你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小明星 有什么误解 难道我非得住豪宅才行啊 没有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觉得有些意外 我们家之前是有一些变过 我妈妈现在也得了重病 我现在挣的每一分钱 都要给她治病 我连表面的光鲜都没有 你之所以怕被刚才的狗仔拍到 是因为怕被他们看到 你现在的处境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真的无所谓 我是怕他们乱写我的家人 影响到他们 不过你说的特别对 人活的开心最重要 不是吗 我真的很少看到 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面对生活 可以这么地坚强 这么地勇敢 那当然了 我可是要成为大明星的人 加油 你可以的 那我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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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打算说点啥啊 说什么说 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跑出去身边一个人也不带 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 你让我这个老头子怎么办呢 老头 我有分寸的 而且我也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保护得很好 放心吧 不过 不过什么呀 又打什么坏主意呢 不过啊 咱们家这安保水平可真不怎么样 你看我跑出去这两次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要想跑出去 他们能拦得住你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些人了 不喜欢换掉就完了吗 头跑什么呀 你真是我肚子里的回仇 可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老头最疼我最懂我 那咱们就都换掉 换掉可以 但是你得跟我保证 以后别再这么任性了 行 我都答应你 喂 喂 喂 老板 把现在大小姐身边的这些保镖 都换掉 全部吗 对 全部换新的 挺快啊 收到老板 嗯 谢谢我老头 哼 下一步呢 下一步 吃串呗 凉了给不好吃了 我是问 你说给许希希留下好印象之后 下一步要做什么 等着呗 你就策划了这些英雄救美 然后就干着等啊 现在咱们耳已经洒出去了 就等着对方上钩了 对于这个神秘人S 我心里还是没有底 喂 喂 喂 我是许希希 陆静言跟你在一起吗 许希希电话 为什么不写电话 哎 许希希 那个 陆静言咳嗽呢 咳嗽 啊 啊 啊 她是听说你打的电话 激动的都呛着了 她才不会呢 赶紧让她接电话 许希小姐 你好了 我是陆静言 你不用这么见外 叫我许希希就好 许希希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还真有 你那天不是说没有工作吗 过来应聘保安 带离从幽 哦 好 没问题 不过你得先通过考核 但我相信你 敢挂我电话 怎么着 她让我去公司应聘她保镖 怎么样啊 我这英雄救美的大计 果然奏教了吧 就问你这回服不服 我吃醋 成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